我們接著來看到淡水 在今天凌晨大概兩點半的時候 是發生了一起酒駕的車禍 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在淡水區的新明街三百二十四號前面 有一名二十二歲的陳姓男騎士 他當時自摔在路旁的草叢 但是警消到場的時候 發現這名陳姓男子已經沒有了 呼吸心跳 趕快進行急救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陳姓男子 他所騎的擋車的車身 有明顯的凹痕 肯見當時的撞擊力道之大 而至於另一名十九歲的彭姓女乘客 他索性是只有輕微的擦措傷 不過他就講到了這名陳姓男子 疑似是有飲酒 所以警方已經對他展開了抽血的檢測 但是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